第25集 神龙兽魂 出击 地图上标记的位置就是这里了 太好了 但愿能快点得到凯兽飞龙 这种地下洞穴在我职业生涯中很常见 放心吧 跟着我 嗯 我疼 你没事吧 教授 你看 哇 这些壁画太酷了 别乱摸 小心机关 抱歉 抱歉 普普通通的折射光陷阱 在我职业生涯中很常见 只要 只要不碰到这些线就可以不触发机关 轮到你了 老 老专家 没问题 嗯 果然有两下子 手臂看着点 屁股看着点 都不碰到我职业生涯中的折射光陷阱 不碰到我职业生涯中的折射光陷阱 我职业生涯中的折射光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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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教授 幸好捡回一条命 看 那边好像有个石门 快过去吧 风景好美啊 像室外桃源一样 快看 太好了 太兽飞龙就在这里 阿妩 怎么样了 怪兽博士已经离大巷师不远了 快看 我已经找到三只神龙了 试试用手表唤醒他们 看我的 神龙兽魂们 快觉醒吧 飞龙兽魂 盘龙兽魂 绿龙兽魂 快跟我去大巷师吧 他们好像听不懂你的话 要不要试试神龙语言 呼呼 好听 呸吼 伍磊 好像有点用了 我没有恶意的 只想请求你们帮个忙 以我对恐龙的了解 他们这是生气了 怎么办 跑啊 你不是神龙专家吗 怎么这种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是引游过恐龙 但没见过会动的石神龙啊 不是吧 教授 你尽管说神龙的特点 我来想办法 这个盘龙常有冲撞攻击 但是移动速度慢 不擅长急转弯 翻头跑 出来吧 狼牙中神 狗魂中尽 狂奔吧 看狗狼牙 狗魂吧 狗魂中尽 一速消防 开兽狼牙 合体 狼牙兽神 狼牙兽神 放马过来吧 你跑得这么快 确定能拐弯吗 搞定 狼牙 专家 请继续说他们的特点 狱龙 它全身的重量集中在土部 所以平衡能力特别差 那就让它的头再装一些吧 搞定 哇 飞龙 是我最感兴趣的恐龙 它可是空中的霸主 啊 除了空中霸主 还有什么 这飞龙啊 不得了 小脑一片发达 是目前已知的 脊椎动物中 比例最高的 啊 我知道了 还有呢 还有 视觉相当灵敏 啊 啊 这我也知道了 哎呀 飞龙真是太有魅力了 啊 求你快告诉我 它的弱点是什么 啊 我想想 啊 哇 啊 飞龙唯一的弱点 就是 落地的那一刻 啊 可它落地前 我已经倒下了 蓝牙超人 小心 快离开这里 危险 快点啊 快点 啊 呃 呃 老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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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龙们 他们把力量卸给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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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神龙们出手帮住了我们 是啊 刚才实在是太危险了 呃 呃 你们不要这样 狠咬啊 哈哈 哈哈 呃 他们还想打架吗 哦 他们没有恶意 他们是认可了你 嗯 太好了 也许是因为我俩帮助了动物们 是啊 我们成功了 呃 总之 谢谢你 老专家 恭喜你 狼牙超人 阿妩 嗯 怪术博士比预计的更快到大象市了 我们做的防御措施不知道 喂 喂 怎么了 没时间了 我们现在要立刻回到大象市 嗯 下集已告 糟了 大象市马上要被占领了 关键时刻 我带着神龙兽魂赶来了 意外的是 拥有神龙兽魂的我们 居然无法彻底战胜怪术博士 好在老爸大现神通 帮我们找到了怪术博士的弱点 却没想到 怪术博士也掌握了我们的弱点 我们究竟能否战胜怪术博士呢 我是阿妩 跟我一起守护城市吧 快点击赞订阅我们吧